大家好,我是蒂姆都督 在这儿,在我身后呢,也就是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 也是我工作八年的地方 今天呢,我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个百年学府 和交大的同学们一起救助流浪猫 给他们制造猫窝,让他们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大学的校园里呢,有着很多的流浪猫 而且平时我经常看到有同学啊,老师照顾他们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要不是B站这次邀请我来拍这个视频 我还不知道,交大的校园里竟然有一只救助猫猫狗狗的正规君 来,来,来,来 刚进校园就被一只菊猫截狐了 哎呀,你看校园里的猫还真不客气啊 你怎么就直接跳过腿上了 那同学,你们来喂它吧 那这个是猫吃的 猫粮 对,有猫零食 这只菊猫太粘人了 因为要和喵王社的同学碰头 哦,我只能把小菊先交给这位同学了 好,那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交大喵王社的社员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的喵王社成立多久了 嗯,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社团 我们成立了四年左右 现在社团内活跃成员大家有150人左右 150人啊,都是自发的是吗 是的,我们协会有四个部门 分别是救助队宣传部 外联部还有一个拌猫室 哇,不愧是我们交大的同学啊 你看,救助猫咪都这么专业 有这么多个部门 其实不是让你们看到只有一个社员啊 哎呀,对 话说你们看过我B站的视频吗 没有 没有 都没有啊 都没有 这次为了加入妙王社 帮助流浪猫 我带了一大袋猫粮 来为较大的流浪猫们 同学呢 带我初步认识了一下每个地点的流浪猫 有没有觉得它胸口一撮白像黑熊 还给它们玩逗猫棒 第一次玩到逗猫棒的小黑略显蹦捉 而且这里的猫各个肥头大耳 一点也不客气 吃饱了就拉 引到我们这三个男人围观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学校里的很多流浪猫耳朵都被剪掉了一截 其实呢 这是猫咪绝育的标记 这次B站的喵咪喵咪 也资助了大学免费的绝育名额 在来这之前呢 我也去参加了B站喵咪喵咪资助的 给上海零尔日的流浪猫绝育 这次要带猫的小猫呢 已经被麻醉了 医生也是记忆精湛 手术也顺利地完成了 有了B站喵咪喵咪的资助 让推崇听啊 科学救助流浪猫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差不多和较大的流浪猫混熟了 猫俩也被洗劫一空 接下来呢 就是给它们做猫窝 学校里本来就有些猫窝 不过用了挺久了 是该给它们更新一下了 搞了尖叫式 开始做猫窝 看到了 你这个方法非常好 比它画的远好多了 自己 一间卡掉 本来呢 我只是负责拼装 对吧 没想到几个女同学画的猫 实在是太可爱了 让我感受到了艺术的气息 于是我也来尝试画了一下 完了 你在干嘛 喵里喵里干杯 不要质疑我的画画能力 我很强这是 不知不觉呢天已经黑了 我和同学们抓紧布置猫窝 好 哔哩哔哩就留在这儿了 除了猫咪祭餐的地方 其他的猫窝我们都尽量放在隐地的地方 以免被破坏 哎哟 看起来是只小局打算入住了 好 那今天的造福 焦大小猫咪就到这了 从白天忙到黑夜 真的是太辛苦了 谢谢各位同学们的帮助我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也可以关注一波 上海交通大学BB的官方账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